大家好,今天要講解的是沙利Wars工具齒輪篇 這裡所使用的是沙利Wars附加功能裡面一個Trollbox 這裡這些齒輪都是由那個功能來產生出來的 就是我們要設定一些齒輪的參數 它就會自動帶入沙利Wars裡面的檔案把它建立出來 這裡要怎麼做,我等一下後續會來做講解 這邊最主要就是這裡的齒形,並不是真正的漸開線 為什麼我們還是需要用到這個功能呢? 最主要就是我們在做齒輪的設計的時候 如果有這樣的一個功能,我們就可以節省掉一些畫齒輪的時間 當然我們在建檔的時候,尤其是齒輪,我們並不一定要畫成是漸開線的 通常我們只要有齒輪的參數、尺寸,給加工廠去做齒輪的加工的話 通常做出來的齒形都是不會有問題的 那所以這邊呢,我們的齒輪呢,就是會以一個近似的畫法 那就是由軟體自動幫我們產生出來 這樣子呢,我們可以節省掉很多時間 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心力呢,放在齒輪的設計上面 那怎麼做,我們繼續看下去囉 那在進入Toolbox的功能之前呢,我們先要了解一下它的環境 那在我們沒有使用過這個附加功能之前呢,我們要怎麼把它開啟呢? 我們從最上層這裡有一個工具 裡面有一個附加 打開之後呢,我們會尋找到Toolbox 這裡有兩個,這兩個都把它打勾啟動完之後呢,按確定 那這樣子呢,就被開啟了 這裡呢,你可能還看不出來它的附加功能喔,是在哪裡 我們從右邊這裡有第二個,我們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呢,我們會看到這裡有個Toolbox 我們把它點進去 點進去之後,我們會看到這裡有很多規格 那這邊呢,就依照各位的規格去選用 那我就隨便舉個例子,假設我是ISO 那今天呢,我是齒輪篇 所以我就是以齒輪的 齒輪的話,它就是動力傳輸 點開來之後,這裡有一個齒輪 再點進來,這裡就有一些齒輪的規格 那這裡要怎麼去產生跟建立呢? 等一下下一步回來做說明 首先呢,是正齒輪的建立 那我們從右邊這裡呢,找到一個正齒輪的圖示 在這個圖示呢,按下右鍵 好,選擇第二個,產生零件 那這裡呢,我們就會在左邊這裡看到了齒輪的參數 我們就可以去設定它 那第一個呢,是魔術 那假設我魔術是3 齒數我假設是10齒 好,這樣子 那壓力角20 齒寬呢,就看各位去做設定 好,把齒數大一點好了 用15 好,讓它再大一點點 好,這樣子 好,那這邊其他的呢,就讓各位去設定它 那這裡呢,你也可以去設定它有沒有建槽 好,像這裡 好,我大概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好,像這樣子 或者是說是沒有的 那這裡呢,你設定完之後呢 齁,你就直接按打勾 齁,它就會產生這個零件 好,這樣子呢 它就是自動把它產生出來 齁,它跳到另一個畫面 往大家看一下齁,是這一個 好,這樣子呢 齁,軟體就自動把它產生出來 而且這邊是有特徵的 那這裡呢,齁,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可以運用這個檔案 那我會建議說 我們把它存一個新檔 好,你把它更正一下檔名 存在你的資料夾裡面 那這裡面呢,齁,這些特徵 我們都可以去做後續的一些 齁,特徵的除料,生長等等的這些功能 好,那這邊呢,就很輕鬆的可以把它建立出來了 接下來呢,是斜齒輪的建立 好,那這邊呢,它是做螺旋齒輪 好,我們一樣按右鍵,產生零件 好,那這邊如果只是單寫的話 這裡可能沒有辦法做 因為這邊呢,它的齒形是螺旋的 好,那我就是以螺旋來做示範 好,那點開來之後呢 好,它就會套路剛剛那個正齒輪 類似正齒輪這個畫面出來 好,那出來之後呢 好,一樣這裡我們可以去設定它的齒形 好,以及魔術 那這裡呢,會墮一個選項就是 它的螺旋的方向 它有右手,以及左手 好,那這邊呢 我們如果是在兩個齒 在做搭配的時候呢 好,它需要是一左一右的 好,那這邊各位要注意一下 以及它的螺旋角度是多少 壓力角度是多少 哦,等等呢 這些其他的呢 都跟正齒輪那邊的設定是一樣的 好,那一樣 我們按打勾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一個零件 好,是有特徵的零件 那還是一樣要記得把它另存成新檔 那我們後續呢 還可以做一些其他的特徵的 生長填料除掉等等的一些動作 好,那這邊就讓大家去嘗試囉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閃齒輪 好,那這裡呢 它有三種 我們大家就依各位的需求呢 去選擇一個適合的 那示範的話 我就示範第一個 直血齒輪這一個 那一樣在它的圖示這裡呢 按下右鍵 然後選擇第二個 產生零件 那各位有發現 它其實它的設定呢 都是很類似的 好,那一樣 我就是輸入一些齒輪的參數 那齒輪的參數這裡呢 那在上一篇的齒輪規格篇裡面有提到 我們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齒輪的魔術 以及它的齒數 這兩個是 算是齒輪的一個比較重點的地方 那其他的呢 就是一些相關的尺寸 各位就去了解一下 那一開始呢 我們最先要知道的 就是它的魔術以及齒數 這個也攸關了齒輪的大小 就是它的接緣之徑 那這邊呢,我就粗略的去設定一下 那剩下的都讓各位去嘗試 好,那我就粗略的把它 調整一下 那就像這種方式呢 把它做出來 那也是一樣按打勾之後呢 它就會建立出來 那這邊呢 還是一樣要另存心檔 好,那剩下的就讓大家去嘗試囉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齒條的建立 那一樣我們從這裡可以找到齒條的圖形 按下右鍵產生零件 好,那我們就會看到它跳出了這個畫面 好,那這裡呢 我們就輸入了壓力角 好,那這邊呢 我們不會輸入它的齒數 好,因為這邊呢 它是齒條的話 就是它的長度 好,這邊可以去設定長度 還有擷具高度 好,那這邊呢 就讓大家去嘗試一下 好,以及齒寬等等的 好,這些圖式 好,大致上是這樣子 好,那就是它的設定呢 是比較單純一點 那這邊按打勾之後 一樣是會產生一個零件的 好,那這邊就讓各位去嘗試囉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是內齒輪 那內齒輪就是所謂的行星齒輪 好,它有外面的那個外齒 好,那就是直接去做選擇 好,一樣把它點開來 這裡有一個內部正齒輪 好,我們就直接把它開 好,產生零件 那這邊一樣去輸入參數 那我就是 假設我給它魔術是3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那這裡呢 它的外徑我們可以去設定一下 我們不要讓它的齒厚太薄 好,稍微大一點 最好不要讓它的齒型呢 太薄 好,這樣子呢 齒型可能會做不出來 好,這樣子又太薄了 好,那這邊 大家都把它嘗試一下 好,這樣子好像比較剛好 好,就嘗試一下說 哪一個尺寸呢 比較適合 或者是說你讓它厚一點沒關係 好,等一下 產生完零件之後呢 再把它除掉 也OK的 好,那這邊就是這樣把它設定出來 讓大家去嘗試囉 這邊呢 我來總結一下 那剛剛在示範的時候呢 是示範了螺旋齒輪 那所謂的單斜的齒輪呢 這邊就沒有看到 那這裡呢 我有想到一個做法 可能是可以透過這樣的方式來做的 就是我們可以產生一個正齒輪 那我們透過多本體技術 如果是還沒有學會的 你可以到影片的底下 可以去參考一下 好,運用多本體的方式呢 那就是參考了這個正齒輪的外型 然後我們再自行建立一個斜度 把它產生一個角度 然後再把它除掉 這樣子也是可以把它做出來的 那這邊就是讓大家去參考一下 另外呢,還有一個人字齒輪 這邊也是沒有看到的 那其實人字齒輪呢 可以透過 一樣可以透過多本體的技術把它做出來 它就是一個一左一右 記得我們剛剛這邊在設定螺旋齒的時候 它有一個螺旋的右或是左 那這邊呢,人字齒輪就是一左一右 把它搭配起來 那這裡當然是兩個同樣齒形 同樣的魔術 同樣的齒數的齒輪 這樣子把它連接在一起 然後再透過多本體的技術呢 把兩個結合在一起 這樣的方式也是可以的 好,那我們建立完檔案之後呢 最重要的就是要拿來做結合嘛 那今天呢,所介紹的是工具齒輪篇 是透過Trowbus 然後把這個齒輪的檔案 自動的建立出來 所以在結合這一塊呢 不是在討論範圍內 那這裡呢 後續會有新的教學 是專門介紹說 我們怎麼在組合鍵當中呢 去結合齒輪的結合 就是它讓它是齒跟齒之間 我們可以看出來產生動畫 這樣子要怎麼做呢 今天的教學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